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打开 昨天我们谈到第一地 最后就是六十六月 那我们在谈六十六月的时候 我们昨天也稍微做个 已经是都有稍微介绍 但这里有一个要义 在这里再提醒一下 这里面谈到的就是 依照这个文 等于是诉求一 最主要的诉求是依如来的威德 以如来的威德这样的一个圣号 这样的环境你到那边自然就会澄清 自然就会跟无生质相应 当然这也有举一些例子 就是用模拟出这个例子来说明 但这样的这个说明也是一个理由 但我们这个就像昨天所谈的 我们基本上不怀疑这个活的威德 但如果完全以仰仗以如来威德 而不谈其他属于 往生这一边能该进的 该具足的因缘的话 这里面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容易慢慢走向就是他力 那智力这一部分如何成就 好 如何成就 那为什么前面有位大爷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谈 在这个时代里面谈禁忌法门 跟过去不大一 过去的人心思单纯 也没那么多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一定在这里现前 像比如说诸多南传法门 因为他们有念佛 但没有所谓往生极乐的这个观念 好 那这个当然我们顺便讲 我们很多人就认为说 因为这是大家还简藏的一个模糊的地带 这个我们之前也稍微提过了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观念就认为说 大圣法之为佛法是因为它跟阿含相同 所以大圣法为佛法是必须要以阿含做依存的 因为当然我们有些人学过 没有受这个影响而已 也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但实际上现在很多的教育里面都隐藏了这种观念 把佛法分成好几奇异 那后面的大圣是以后面的可能是 并不是我亲口说的 好 那这个问题就是 他们认为阿含为核心的嘛 那因为他不知道说众生业障重 所以就 所以大圣法献不出来 那就用现在的历史观点 用历史来含括一切 那不知道说用佛法来了解佛法 众生不抱美的时候 其实有些音言是不见的 那用这种观点来看 那用这种观点来看的话 佛法并成是 这个是后面的 就是大圣法是后面的 那大圣法是后面的 那大圣法是后面的就变成 主要是 之所以有人肯定说大圣是佛法 是因为他的道理里面在阿含找的到 这个阿弥陀经也有念我的法门 这个法门在阿含经也有 但问题是阿含经没有极乐世界啊 我可以念我但我不会往生啊 这个往生意就没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因为认为大圣法可以跟阿含 所以就失去了这个警觉 给我这么一个理由 那我们就说阿大圣法是后法 没有大圣还有不供法 这个不供法不是用推路来肯定它的存在 但是佛传承下来的这一份真是法要 佛说出了极乐世界 阿含经没有极乐世界 没有他方国土的这种修行往生的概念没有 有佛随念但没有往生的这种修行啊 如果你不从大圣经典建立这种法的传承 这种念佛求生进度的因缘都没了呢 你知道它的严重性多大吗 是不是 问题在这 好 可是因为时代交流啊 各方面佛国 时代演进啊 交流啊 那这一类的思想也进来了 我们不加以抉择的时候开始接受这种观念 所以我在谈论这个佛法的观念的时候啊 会比较偏向什么 会偏向既然别人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待佛法 我们至少要呼应他这个对佛法的立场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要谈念佛法门 光以为了强调他力无法去呼应别人 一直是站在缘起性功的道理来谈佛法 好 当然这有没有妨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立场 没有 其实他力也是缘起法的一种 他力也是缘起法的一种 好 那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他力太过于强调 而忽略的自力跟他力的这种缘起的共同作用啊 这时候我们只相信弥陀的愿力 弥陀的射受 但我们作为往生者 他本身在修行上应有俱足的因缘 如果我们要说注意的所以来 接受外来的这一份了战啊 你就很难站住脚了 就很难站住脚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特别把它说明出来 这个说明出来有些人对有些人他只强调 用信入门的人他会有点困难 就讲说我当初只要相信迷投的愿力 就能往生 你跟我讲到最后变成我自己本身要具足一些条件 听脚啊会比以前不听的话会沉重一些 会沉重一些 你这样一讲喔 本来你不说我们就靠着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 你一说我没想到我自己要占很大的部分 其实啊并不是你讲的那么复杂 就算我不跟你讲清楚 你完全说仰望迷投的愿力 这看似靠他意对不对 但其实当你完全仰望 完全信受的时候 其实就是直立的部分 就是直立的部分 但我问题是 其实他闽合了原体的道理 可是说法者不了解 解释的人不清楚的时候 就会产生办法之一啊 那产生办法之一的时候 有的人不了解 还没开始修的人 还没有像你那种完全养性迷投的这种 这种性 归命迷投的这种人 他一疑惑以后 他的状况跟你不同啊 很多人学了很久 听了以后 都还退失道心 那很多还没入门的 当然退失道心 有一类的不听那么多 像我们在座 有的没听那么多 都不会有种问题 但因为这个问题 并不表示真的没问题啦 只是说可能也 不抱大没受这种干扰 但现在整个佛法大将知识 也在增长 国学听了也很多 听了很多 那甚至昨天还有说 哪个大学的 我教大学的教授来讲说 念佛再怎么样 还有一个佛法可持 所以这个不究竟 我说那么多大学都盖来 传播这种思想的话 干脆管起来好了 这是什么 难道无分别字的人 就是都没有任何分别嘛 我之前在其他课里面讲说 佛无分别 难道就看到阿难 就搞不清楚是阿难还是穆建年 还是经常叫错的嘛 你看佛死死无分别 死死都以无分别字相应 可是他巧分别一切法呢 何况在佛法里面还要 那以世间善入出世间呢 虽无分别 但以分别为方便而入无分别 这是 这是方法上的一个 一个不得已 这就是众论里面讲 从缘起而得第一地的 他必须叫你根结一切法 所以你这种说法 完全是一种断灭 含着一种断灭想法 是不是 当然这偶啊一个人的错误也不代表全部啦 不过只是有的时候这种观念啊 你提出来 那有的人就 不知道的 本来都还没在信说 一讲这个法门从此在他内心里面 他就 被你这样一个在台上讲的人 他以后要生信心的机会就被你挡掉 就挡掉了 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更 因为听这个法人有很多类优 他已经受到比较严格的 或比较多的活血训练 他已经接受这种其他思想的影响了 这时候他必须要在这里得到更清楚的解答 这样他的思想才不会磨 但有的不受影响的还好 那有人受影响的 因为他就觉得说 嗯 这样像信心人听了就好关系 就像魔灵珠一样 我只要念就可以了 其实这里面也不理开你的智力了 好 不过就是说即便是这样 其实还是有更深一层 你如果光是靠信 这个信 你如何慢慢衍生重功德 里面 就像说 我只相信 就像我相信升天 跟我相信极乐是不同的 我求生你 我离苦得乐 你离苦得乐 我离苦得乐当中隐藏的大圣 不上思想 天吧 没有啊 所以这里面其实 已经巧安排了重功德法 在你念果里面 但如果你虽然 里面虽然安排 但你不受用 它的作用还是少的 好 所以我们来谈到说 我们在念果的时候 那个下品下生 趁时念王生 好 这为什么是这样 昨天我们稍微提到 就是说一个人到下品下生 他之所以能下品的人 下下品的人 也会轻易可以放下 他这份强烈之作 而自信信药 那现在我们会谈 你当你自信信药里面 我们一个法有一个重要原则 法要升起要有所依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佛陀啊 利用知道众生的颠倒心啊 分别心的信心 他就立这样一个善巧法门 鼓励你怎么样 洗着自信信药 如果我跟你讲说 你很难 第一个他的心就 光这样就退缩掉 我对一个急重的人 他其实有善跟我知道 但他有善跟不一定有信心啊 这时候我跟他讲说 就算你急重 急要你愿意 他看到希望了 而看到希望 他申请那一份 因为有希望要珍惜了 那意念到自己曾造如此十历五历的罪的时候啊 他能升起勇猛 第一个慰 慰罪 慰基于那个义保 同时听到活 你看喔 给他一个活可以让你解脱 这时候这个心生决定 这个生决定 而是向着活的决定心 我就利用这种善巧 那种下了这一个 开始入戏远生的 远生善法的重要的决定意 所以不是无因 这个因虽然很遥远 毕竟真实 因为它是自信 不容易喔 但众生心很忙乱 很混乱 对不对 那我必须要给他希望 而且实际上道理上也是如此 只要你生一决定心 众恶远会远缺不深 这个都不是讲开方便啊 讲很夸大不实的话不是 的确是看到众生 心念生气的种种因缘相 所以我就立这个法 因这一类众生 而这个法一旦定下来 这当中 虽然与因缘很远很远 毕竟 是真的 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走走走到悬崖 就差一步 就差一步 我只要向后转 悬崖跟我无关 那虽然向后转 你目标是不是很远 因为 一个是这方向 一个是那方向 你是走到逆方向的什么 快到底的 所以你一回头 跟那个不好的已经断绝因缘了 但整个善法的一条路 其实你还是第一步而已 但不管是第一步 总算已经是开始 对不对 这个因我正确的因 一建立以后 陆续就可以上 衍生众善法出来 所以就要下平下生 下下 很遥远 但再怎么遥远 施可已定 我好难得考上这个大学 我是这整个大学里面的最后女 嗯 不管怎么样 学校的那个 我还是 我穿的衣服就是学校的校服啊 我的学号就是学校的啊 再怎么样 我就是这里的老学生呢 虽然是最后一名 但也是这学校的学生 那只要我业力 还是慢慢可以读到毕业 所以这里面我要讲的就是 它并不是开一个方便 好 而是这个说 魔理宝珠是整个在意念国的时候 这个意念国 因为你是以活得为主的 但活得具有怎么样 你看啊 比如说 你相信一个人 你只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但因为相信这个好人 你不晓得 原来他不但是个好人 而且具有很大威得力的人 但因为 比如说 你在路上 你看到有人在需要帮忙 那你讲你这个个性就是帮忙 如果那些随便跟人家画园的我才不要呢 看到这个 有一个穿得拉哩拉哩的 稍微脏脏的一个出家人 在路边里面默默站在那里画园 那你看他这样 嗯 看起来真的像出家人 好吧 你也不胜公斤 还可以啦 就丢他一块钱 好 就像那个乌达国师不是这样吗 好 那乌达国师是比较辛苦一点 他还要帮他处理他的病 没想到你结了是一个圣圣 那这下可唠叨了 好 没言跟爸有缘后佗 就是这样 他讲说 好 就像我们之前有这个例子是这样 嗯 我这个例子也是很讲过 这个在以前我们圣传里面 有一次我们圣传去买那个水塔 哦 水桶嘛那个大的水塔 那刚好有一个人他讲说 啊 这出家人因为他还没学活 只是对于活教对出家人有好玩 那出家人算便宜一点 就这样而已 那后来他有练什么功练到周末 啊 经常有东西会进到他的脑后部 他会知道就好像从颈椎的地方 就一个东西会进来 就把他的身体驾驭 那要他去吸那个虾 啊 他就不要 他就好像一股力量压着他 往那一堆箱上面啊去吸 好像那个石箱鬼一样 他自己不要 但就一股力量一直逼着他去 他忽然想到 有出家人曾经来跟他买水桶 那那边就来到这个道场 哎呦 因为就是我 我有接待啊 我知道这个例子啊 嗯 那例子很厉害他说 那个时候他力气很大 那个大木桌喔 很厚 他的手一切就切断了 那有一次他请他家人 帮他煮一个大桶油 那他家里以为说啊他要报名牌 那大家乐的时候啊 结果没想到有拿来所印黄金去 整个都当掉了 那就是因为这样抱着手 把他到道场来 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是因为曾经结这个圆 只是一个简单的圆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圆 我们也特别为他做一些法会 好 诶 之后就好了呢 你看这个圆从哪里生 从小三生的 但结这个对的圆的时候 这个圆就会生一个 因为你是以活的 那活有哪些的 除了我们不是讲说有生生活 还有法生活 始活功德路以实相的 始一法生一法生 从余佛的表现 从一个小孩子看到这种 一个小区块的慈悲 慢慢你会看到佛的大慈大悲 对不对 因为你能感受的是这一种小慈悲 那你已经觉得很难得 其实结果啊 你是从这里慢慢入以法性 知道佛法的究竟圆满 那这个圆都从哪里来 你从眼前的圆 从那个小圆开始的 但不会这个圆要对 这个圆对 结对的人 这个人里面 就可以给你无尽的智慧 慢慢前淫 所以不归一则以 只要归一到佛 必尽成佛 以佛归一佛 厌成佛 此人必尽成佛 是不是就是这道理 时间很久 但有份啊 那这个都是从法法相依 法法相依的过程里面出来 那所以说问题是这个因有没有 他虽有这个念 他有生死念 他有生死念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出国人也已经 他已经见到 但他还要七环人间 俄国的还要一环人间 但就算七环就算一环 但终归要入念完 是不是 那我也是 但是我虽然还在生死海当中 我已经种下了 这一个解脱的因缘 这个因缘 当我有机会 入移进土的时候 那其他的文法因缘太殊胜了 我现在坐在这里 听完法出去就是干扰的因缘 上到因缘 退到因缘 但我走出去的时候 我想退都难 好 这个因缘就像我 讲的这个例子以前 我在课里面有看到 那有一个趋势啊 因为他突然有一次 他有一次 他就很怪怪的 他就有一次 他会报名牌 好 那每一次 连一次在他们 在他们村庄里面 报三次名牌都中 都中的话第四次 连那个村庄的人啊 黑社会都下去 买那个名牌 结果第四次没中 所以这样 全村亏大了 然后黑社会要找他算账 他就跑 没必要跑 跑到哪里 跑到寺庙来 好 那这个人很怪 因为我也亲自接待他 那因为他人家要追杀他 他就是有这种特殊 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的各种东西啊 你想一次 可以报三 三旗牌都能报仲 也会容易啊 好 那就很难 那就在道场里面躲一个月 躲一个月以后要离开的时候 因为我是资格啊 他在讲说啊 谢谢师父啊 那他这个很丢啊 很荡 突然讲到一半 他说 师父 我突然想到 我整个月都没有骂三字经 他说他以前啊 开口闭口天天都是在三字经啊 他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一下能把这个三字经戒掉 因为你这里有哪一个你可以骂的嘛 都是出家人 到处都是出家人 大家都都这样 你想要 你那恶行 我相信他大家回家马上就开始骂了 但他当他处在净土的时候不会 他没有起恶念的 因为说他到你看 他都不会记得 就在要离开的时候才想到说 十五 我这个月都没骂三字经欸 我怎么想借都很难借 没想到来这里一个月一句话都没念 因为没音乐 就是这样 习性在 但跑不出来 因为 语言不深 没有骂三字经的 骂恶口了 出恶口的音源 极乐世界不就如此 所以去那边有诸上善人啊 咱们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那因为至少把这个道理 因为如果还在讲的话 通常还有一个细的东西 但至少我们 除了讲 我他力的那种 摄受功德 其实这本身 当你深决定求生进主的时候 这已经为这一个无神法结下缘了 好 就像我们现在啊 就像摄大顺的也讲啊 我们从世间的分别会一直一路上来上来上来 你要讲 无分别字是什么 无分别字如果是无分别不叫字 那有分别的话是世间 那到底是有分别还是没有分别 他是说 依分别而入无分别 他虽无分别 但以分别为方便而入无分别 所以刚开始所有圣者 还不都从有分别而入无分别 但法界等流却能引申无肉种子 那这一个世心信要的归佛就是法界等流 是 有种下那一个因的这个因路 陆续延伸 成就这个大功德出来 好我们接着来看 众生提则 这个六十六页的最后讲 众生提则此分中有二种 一则观佛 二则观复杀 观佛则云合观佛庄严功的成就 观佛庄严功的成就者有八种相因之 此观义以章前迹 就是说这个在前面已经谈 所以在这里我们列谈 我们也不如谈多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观念要特别要这样讲的 何等八种 一则庄严做功德成就 二则庄严深业功德成就 三则庄严口业功德成就 四则庄严心业功德成就 五则庄严大众功德成就 六则庄严上手功德成就 七则庄严主功德成就 八则庄严不须做助持功德成就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看 其实你如果不要去管他这个bug 你就一个现实一个人活或是你 你会有哪些因缘在你身上 你只要先不理他 你就你自己平常的观察 一个人说有没有哪些因缘 大概很多都已经进来了 也就是说要观察一个功德 就像这个道理就跟修不静观也一样 你去看那个尸体 除了看尸体要看他周边环境 绝对不单取向 所以我在讲说观摆好也是这样 不要直下就观摆好 应该观活生 不用观很多 观活生完了又简单大约的观完 然后再往活的面上观 然后再设规到什么 白好上 这个白好变成是跟其他因缘 串在一块的一个白好 而不是单一跟其他因缘隔绝的白好 对 那你知道他是由活生而射到安 安住在这个拜好相上 那所以说我们同样的观活的功德 观单一功德不能成就有力的射受新的功能 那必须要观众多功德 而这也是符合现实的缘起 所以以这个八相来观活 那观八相的时候 我真的前面讲说八会不会很复杂 不会 就像你看你现在看我看这个教室 虽然很多像个别差别像 可是你看的时候会不会很苦恼 在上课的时候 好辛苦呢 看似乎还要看后面的墙 看后面的墙又不妨害你 也没妨害你吧 对不对 前面有花你也就是看着 你不会说看了花就看了忘了似乎 看了忘了似乎就忘了花 不会把一看就全部包进去 你也不配了 大部分的心都放在我这边是一样的 那你会发觉每一个像都成就这个像 这个像才成就其他的像 因为有这种具体像 让这个心可以具体安住 那你可以在这种多像 产生具体安住的时候 然后慢慢色归再单一像也可以 但这个心会是一个落实下来的很具体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 何者庄言做功德成就寄言 无量大宝王唯妙进花台户 若一观作当一观无量寿经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前面也大约看到 那观无量寿经有讲这个莲花台如何如何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取这个意 好 我还是一句话 以你现在的心你不可能观成就的 你就干脆一开始就整整观成就 但如果你照着这一观亲近心继续观会不会成就 会 如果你的心不随顺逐步增上亲近的话 你以你现在的心是不可能成就的 就像你这个刘姥姥如果不进大观眼 你进大观眼我怎么这样 因为你没有看到世面的 你不 这个 不未成有的未成 要成熙进啊你未成啊 你必须要逐步逐步 你要是一个极穷的人 无法去了解那几百亿的那种生活习惯 你要先来融欠钱的话去想像那种奢华 无法去想像 但你开始一百万的人可以去想两三百万的生活 大一可以知道 一千万不要太远 你要让先公公的去想到那么远的很难 对不对 一个极烦恼重的跟众生处处计较对立的人 无法显现大悲 这种信仰跟那个信仰太难了 所以当有人来讲说 一个人那么慈悲他讲说一定说故事 没有人这样的啊 那个人都是自私的 他会这样一定有情人 是不是 伯托那时代也有啊 我们会讲说有一个极富贵的人 就是很千贪 我为了度他找很多尊者来 连穆建连都献神通来 他讲说你一定有所求 要是沐建连现神通来 我们那全部给他都没问题了 你看这人签单到什么 你沐建连现神通来 他说一定有所求 一定有目的 一定有什么企图的 连国来他都不大甩 他不是到最后 他终于被国射受 因为其他尊者来都没有 国来度化他的时候 勉强起个舍心 那时候说就入宝庫里面 去挑那个最不要的 他就给国 结果每次伸手一拿出来都最好了 他说奇怪怎么这样 那就丢进去去挑那个最好 一挑又最好了 所以他很恐恼啊 又要布施 又要想不要布施那么好的 所以他很挣扎 他这时候天上的阿修罗 天修罗跟天人在打仗啊 那种抗争啊 我就说他的心就像现在这样 就天修罗跟天人在抗争很挣扎 后来国就跟他讲 真正到最后把他的贪心舍掉 那因此也挣扎了 想一想我都还没那么吝啬 应该我也可以挣扎 那差什么 差没有活啦 所以我现在 以我没那么贪 他那么贪都挣扎 那我不是那么贪 那我像极乐世界 我应该更快的可以挣扎 对不对 不然就想这一块 想自我安慰一下 不过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 我们观察不到 那观察不到的话 你无妨就这样 顺着这样的来寻求 以这样的寻求 让你的心清静 让你的智慧清静 让你的障碍变薄 这时候随意这样一分一分来 你那个观成的因缘就显出来了 这个千万不要观不成起苦恼 甚至不要在观的时候 都是用苦恼心观 这个这样观都很辛苦的 你应该用欢喜心 用这样欢喜心在观的时候 很多东西慢慢就会变清楚 还是用我的例子 就是说你在云雾当中 看到我走来 看不清楚 但我深信是活来的 我在这里等他 我慢慢靠近 或是我慢慢靠近 这个云雾虽浓 但一旦靠近 想越来越清楚 当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真的是活就这样 所以即便是模糊 也无妨害你那一份真诚的文艺心 因为那是源头 那越了解那种佛的殊胜法声 那就是说以这种 规依 规依佛 而且同时规依佛所代表的清静法 这时候佛的功德进来 法的功德也进来 这一份无常无自在无自体的心 就在这样的意念当中慢慢转化掉 好吗 好 那当然如果大家要成就这个 应该依这个观无量寿静 这个在佛法里面有说道理点出来 有些东西不要样样都要 像我们现在其实很方便的 资料也很多 动不动用一下大家就很方便 其实有时候一个法门点出来 你为了要圆满这个功德 你应该依依凡是需要具足的功德 自己也要主动进去 来 先介绍 合着方言深夜功德成就 既言相好光一群色相超群深入 若一观活生当一观无量寿静 因为那前面都有谈过 我们在这里不应该再重复了 那就算前面谈过也都还不是很完整 只是点到 耿概先出来细微的地方也要靠我们自己努力 何况今天都在 合着庄言口夜功德成就 既言如来为妙深 犯讲文实方过 这个 这个口夜功德 不过这个大师他认为 这个还是以民生为说 民生来讲这声闻 这个文实方法最为妙深 但我讲的是国的什么 民生是别人对国的概念 但口夜是国的说法 那应该是以国的说法 我认为是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合着庄言西夜功德成就 既言同地随火功虚功无分别故 无分别者无分别心故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怎么谈 就是说庄言心夜 一个是生口意 生口意就是生夜口夜意夜 那心夜就是意夜 这个是无分别的 我们看他怎么说 凡乎众生生口意三夜 以造罪轮转三界 无有穷疑 事故诸佛不诈 庄言生口意三夜 用至众生虚狂三夜意 云何用至 众生以身健固受三途生 悲贱生丑陋生八难生流转生 如死等众生 见阿弥陀如来像好光明生者 如上种种生夜细福皆得了解脱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不仅是如此 因为生夜也是这样 但其实我们因为生夜不离开心夜 所以说我们见如来生夜的时候 当然隐身也已生 因为我们是生见 但这我们生见是不是带着烦恼 因为水长并没有生 我们的生口意其实就是众生在起 这个六根六层的执着里面分出这种界线来 随这样的分别安逆这样的烦恼 那起这样的照页 那我们就依着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如来 我们以如来生礼拜如来 其实以生夜相应 以心清静的时候 这个生夜未来就因之而传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身体都要坏掉 对不对 你再怎么保养也没用 那应该怎么样 善家应用这个早晚会被烧掉 会被虫吃掉的 有共借着清静心 以生口意随缘照善 不照白不照 反正到最后就光光的 那就随缘里面起善业 口意清静 深夜清静 用这个会毁坏的身体无常生 随缘成就 你看喔 你躺在那里也很累 做事很累 那躺在那里只增长夜报 你为什么不把它消磨掉 对不对 那反正你胆故事没那么多 那你为什么不消磨一点 嗯 这个有道理嘛 那嘴巴不讲 那我们讲一讲 反正到最后嘴巴都剩两个上下二 就是骨头而已 多讲 那讲又不能乱讲 所以多念火 多讲好话 爱与不死 那这个随时都在庄严里散射下 随时 那所以说我们最主要是 带着那个以 我们讲说以波德为道嘛 那五度如麻嘛 那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来代应 那同时我们在很多地方也就是 带着这一份清静心 为了圆满我求生进度的广大愿 所以我在一切处得乐意做一切善 那所有的善不为其他但求生进度 那为何求生进度 也都带着另外一个为了成就活到 为了成就菩萨到 为了成就活到才有往生进度 那我所做一切都是为此如何所 所以你看 所有一切善为求生进度 其实就是为了菩萨到菩提到 那这个一个结合一个结合 就不就配合到菩提治疗论所做的嘛 对不对 你一样你讲花菩提心 因为你还有贪拙 所以既然你贪拙又舍不掉 我就用贪拙心带你修菩提道 什么带你贪拙 往生极乐啊 很乐喔 哈哈那我就有点凶 就这样就进来了 带着苦恼 多分苦恼 就像那个 词大圣论讲 夏品薰习 对峙上品烦恼 揽拙 结果夏品薰习慢慢生的时候 上品烦恼慢慢降 到最后 上品薰习成就的时候 烦恼变成夏品 那不就是现前修行的要领吗 这随时都是啊 好那这个是这样啊 那我们再接着看 所以见阿弥陀如来向好光明者 如上种种生业细福 皆得皆得 因为他不符合 你会知道的 生业有没有一定业 生业之所以会束缚 就是不断烦恼去滋润他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为什么前辈子造的业 以后会过报 因为你现在在跟他报证啊 你做他的报证人当然 不一定会报啊 什么保证人 继续执着五蕴就在保证他 你继续执着五蕴 不能随于五蕴的爱佐产免 把他放下的时候 你过去的月就是带着这 就是相应的这个无名 继续串洗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继续执着夜保早晚要保 对不对 所以谁让他报一能报 另一样你让那个报音保留下来 会保的 好 陆如来家毕竟得平等生业 为什么平等生业 生业不可得多平呢 对不对 所以菩萨献小生大生大小生 都是一样平等生 好 众生以焦慢故毁谤政法 毁至贤胜 坚卑尊长 如是人因受拔舌苦 因牙苦 言教不幸福 无你门苦 这个就是说以焦慢之心 这个焦慢之心毁谤政法自以为是 然后其狂妄地以自己很狭隘之间 毁谤政法 乱圣教令众生不能得利益 然后毁谤圣者 那坚卑这个尊长就是看低 亲昧尊长 如是人因受拔舌苦 毁谤 因牙苦 因为他遮掌的圣法 在外言教不幸福 他未来所说法没能信受 他没能信受 就是你讲再对就没能听 无法推动 言教不幸福 无名闻苦 因为你遮掌人的善名 你自己也没有善名 那这个所所一切都是依你起的对立心 所种下的种子 在你未来的夜报当中如实显现 所以有这样的英雄这样的口味 这个是谁让他承受 你啊 你让他承受 如是等种种诸苦众生 闻阿弥陀如来自得名号 说法因生 如上种种口业细福皆得解脱 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 毕竟得平等口业 所以就是以这样的口业 当然这个口业 这里面讲的都还是比较偏向就是 以如来的德 我认知 我就是说 我闻阿弥陀如来自得名号 说法因生 这其实还都是听 还都是听 其实口业 你要转口业就是 以如来德 色受你的心 行造口业 这时候就转口业 如果我要的话 我会再加这一层 就是说 生业转要配合生业 但这一份一业心情就是 我听完了以后 我的生口业随准这个法 这时候我口业转 口业相应来转 这是口业心情 所以像我们平常这个 这个经情的时候 做一些观想 其实因为你用这样的观想 成就你的生业 所以你的生业 会以业来什么 业转亲情 所以你看 有时候我们都不大清楚 像有的人 他有很大的苦恼 其实你试着看看 当然有时候一业重就不容易了 你试着把你这个 你花广大心 利用这个身体 这个时候以你贪受的环境 你能力量去转这个身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身所舒服 你也照顾这个身 比如说我这个身体 我不要 我不行 我不行 因为我身体怎么样 当然你真的身在酷 这个是不能要求的 但你自己本身要知道 当你不断在守护这个身体的时候 这个身见识在增长 那在增长的时候 这个环绕是在滋润这个身体 所以这个身体很难得到真正清清的转化 所以往往是怎么样 往往越发大心 越融入的人会怎么样 会忘了身体 这个身环是由这样的因改进来的 所以好 就算你身体很不好 你做不来也不要勉强 但你乐意尽力的以此身来供养 这时候这个夜阴会传 因为它有深夜清净 这个深夜清净 未来就会成就这种清净的深夜 所以它必须要有阴啊 它不会无阴而生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身体 像我们众生的人 因为爱所生 结果反而让这个身 种的是有肉不清净阴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身去布施 去供养去造种种善行一切清净深夜 这时候身体反而越健康 你看就算今生不健康 来世也会成就严满啊 对不对 你要知道它是因我而来的 你先生清的时候 所以你看如果你完全 你这个身体啊 你也能放得下啊 其实相对来讲反而比较容易健康 在某个意义上是这样的啊 好再过来我要看啊 众生以邪见故心生分别 若有若无若非若是 若好若丑若善若饿若 若比若死有如是等种种分别 以分别故常伦三有 受种种分别苦 取舍苦 常情大业 乎有出情 众生若亦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 若闻阿弥陀如来平等意业 四等众生如上种种意业幸福皆得解脱 若如来家必尽得平等意业 也就是说它有这样的因 所以它感应到这样的果 那你看啊这里面你看它讲到什么 你有这样的业你起这种天堂 那翻过来就是当你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会相应什么 相应如来平等光照 若闻如来平等意业 如果你闻到如来平等意业 那你起归一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分别 但我知道说分别才是苦因 那什么叫无分别 虽然你不是真正能了解无分别 但至少你慢慢远离对事情的那种 无端的顺应习性的染拙 你愿意慢慢远离那种高低的计较 这个高低计较就像我们现前 我们容易经历了以我们的习性去论好论坏 即便是好你也执着好 以便你别以坏 那这种好恶很强烈的心 其实也让自己疯 但我们现在慢慢会用一个宽容 不是无是非之心 是以更清静更操然的心看 世间是非是待何因言而生 我自己掉入是非反成是非人 那我应该知道是非因众生颠倒而来 所以我既能随顺世间是非 且知道是非的真实面貌 而能在这个是非当中离思维 那了解这个道理的话 你这个一页也在清静 一页清静 所以我是如是功德 我顺应这样的功德来修持 我也慢慢感应这个平衡一页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